一千多年文化的碰撞 今天在我们博物馆里呈现出来了 我去年在菲律宾考察的时候 发现菲律宾的国家博物馆 有非常多的我们福州瑶口的古代陶瓷 而且人家也在努力地研究我们福州瑶口的词片 我就觉得我作为一个福州的陶瓷艺人 我应该去把福州的陶瓷去做一个推广 去做一个输出 去年我在菲律宾的首都玛尼拉半岛酒店 举办了第一次福州瑶口的陶瓷展览 当时在菲律宾还是比较温度 他们就说中国的陶瓷自从一千多年前输送到 菲律宾之后极大的改变了菲律宾本土 人的生活的习惯 文化的这种交流和控告 其实是他们非常看重的 然后他们就邀请我 今年一定要在博物馆给他们做一个更大的一个展览 然后我今年就在菲律宾做的这个展览 这个展览我们带去了非常多的青花玩具产 在这次展览当中受到非常大的欢迎 当时他们博物馆的这个负责人 他就说这真是一个一千多年 这个文化的这种碰撞 今天在我们博物馆呈现出来 在莎士比亚固区呢 有我设计的几个汤箱族元素的盘子 在福州的汤箱族纪念馆 有专门为莎士比亚做的这个展览区 当时是特别受欢迎 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中西方的戏剧的 和艺术的一个文化的碰撞 我们是2014年在福州临川的松湖乡 设立了白虎瑶传续所 这个传续所最大的目的呢 就是能够照顾到当地的留学儿童 能够让他们学习到这个陶瓷的这个手艺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方向呢 就是我们当时在村子里呢 就发现村子里只有老人和孩子 年轻的比较少都去外地打工去了 但是呢村子里的词徒有 然后呢技术也有 然后呢我们就希望把这个技术就交给这些孩子 让他们从小就得到这个记忆的培养 长大之后呢 他们就能够靠着这个陶瓷 能够养活自己 养活家里 我记得2014年的时候 我们请了美国的这个专家来教他们 英语啊 他们好高兴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外国人 然后特别特别的开心 目前呢 这些孩子呢 每年在暑假的时候 将近周边的儿童呢 有一百多人 我们跟他分批的 去教授他们 然后从中我们也去挑选一些好的苗子 主要的去培养他们 让他们能够得到综合的一个法则 家里面里面 我们呀 我们能够走 我们这些年快乐